一个人真正的魅力 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 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 仍喜欢和你在一起 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 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 更不是初次见面后就有相见恨满的感觉 而是历经沧桑后游松诉说着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心间 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 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 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 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 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 人生最幸福的事 莫过于认识你 有你暖暖的住在心底 认识你真好 这么多年后 我一回头 你还在 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 不是那么多 不是那么浓烈 不是那么甘甜 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 甚至有时候会用年 十年 半个世纪去给他祭祀 它是那么少 那么真 那么长久 若悲伤 有人分担 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 若孤单 有人陪伴 又何尝不是暖心 安心 最真的情感 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 破体微笑 心甘情愿中 不厌其烦 有些人 走着走着 就进了心里 恰似雇有 有些人 走着走着 就淡出了视线 难以交心 有些情 于岁月中 慢慢消融 不再刻骨铭心 有些人 于香蕉中 慢慢远离 好像无影无踪 有些事 于时光中 慢慢淡定 从此不再动心 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靠缘分 心与心相知 靠真诚 人生 若有二三好友 无话不谈 不离不弃 可谓幸运 认识你 真好 因为认识了你 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 孤单时有人陪 无助时有人帮 于心灵是一种温暖 于生命是一种感动 因为有你 我们彼此携手前进 遇见更出色的自己 彼岸的守望 是此岸的感动 千里的陪同 是心中的风营 最深沉的爱 总是风雨兼程 最浓厚的情 总是冷暖与共 一份好的感情 是两心相依的温暖 是相濡以沫的陪伴 最真的拥有 是我在 最美的感情 是我懂 此生四季冷暖 有人叮咛你加一 生活劳碌 有人嘱咐你休息 足矣 认识你正好 此生多谢由你